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带来了一个在韩国有着78万订阅 以学生校园高考为主题的YouTube频道 目击了韩国学生们的意见 制作的SMJYPYG亥补 可以学生们挑选最差的经纪公司的影片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韩国学生们眼中四大经纪公司的优缺点 和大家想的是差不多还是差太多 拥有韩国爱斗界悠久历史和身后根基的SM娱乐 在音乐奇华力和视觉效果方面都非常有自信 尤其是顶尖实力的主唱Line 和永不断代的SM颜值Line 每当看到他们的唱功和颜值 脸上不禁会露出微笑 到底是从哪里找来了这些帅哥美女呢 但是SM真的很爱钱 粉丝们的手只有两只 但NCT的音源棒却出了四款 周边商品的价格也非常贵 简直就是掏空学生钱包的小偷 而且SM你们为什么总是说要保护艺人 却什么都不做呢 这些高考进制曲 歪机真的是首屈一指 一步一步走来的嘻哈单行道 即使静静的站着也散发出浓浓的帅气 因为爱斗们都经历了严酷的悦魔评价和训练 实力得以锻炼 每次现场表演就像是碾压一半 甚至是那些已离开公司 去了别家公司当练习生的孩子们 清唱能力也能受到极高的赞誉 每次在夸耀本命爱斗时 总是能让粉丝们自豪感满满的 但是你能相信男爱斗拍摄恋爱节目吗 YG真的做了那疯狂的事 而且YG的特色是 艺人一旦出道后 回归常常迟迟不见动静 就像工匠一针一线制作名品一样 当TWICE在中间和齐摩克回归一次的时候 YG家的艺人只有在开学时回归一次 毕业时再回归一次 还有希望MV里少放点汽车 特尼文和PLATPINK的MV里出现过的车 居然在Baby Monster的MV里也出现了 因为学习已经压力很大了 连追爱豆也要那么辛苦吗 大家都来入坑JYP的偶像吧 这里争议相对较少 并且对艺人的照顾也很周到 还能让你因为情唱能力而感到满满的自豪 并且JYP的每个团队都有鲜明的特色 选择起来特别有趣 但是有时候真想揍 Park Jinnyang一顿 因为爱豆们的穿搭实在是太糟糕了 造型师给他们穿成这样 居然还没被解雇 真让人怀疑 Park Jinnyang是不是暗恋这位造型师 另外JYP还有一个专属的沟通平台叫Fence 词服器非常不稳定 感觉用鸽子松心都要比那个快 另外就是 希望Park Jinnyang不要再侵占舞台了 旗下歌手们发表新歌的时候 拜托多宣传一下吧 你有见过 韩国学生的播放列表里 没有海捕的歌吗 不得不承认 还不在音乐制作上确实非常出色 而且他们的所有爱豆都是表演达人 不同厂牌提供的多样风格也是一大亮点 带来清新男高中生概念的Play This 由GCore代人制作人的Core G 能感受到彭希尔心血的Behit Sosamuji Pili Pile 还有由Mini Jain Ling的Odo 再加上远远不断供应的团纵 多亏了这些 在家里就能零成本完美追星 但是希望不要每次出事的时候 就拿一人当挡箭牌 还有专辑和演唱会门票的价格 实在是太贵了 再加上Seventeen连续两年 在出道今年日举办日本演唱会 甚至日本演唱会的周边商品 还比韩国的更好 不仅是日本 也请多多照顾一下韩国的粉丝们吧 最后就是 对于喜欢海捕爱豆们的粉丝们来说 每当有人说 海捕在韩国娱乐圈放了毒 弄乱了韩国爱豆圈的时候 粉丝们的心就像被撕裂了一样难受 所以大家对于 韩国四大经济公司的优缺点 又是怎么样的呢 希望能用留言来讨论一下